六岁关小彤陪爷爷说戏时 拿着爷爷的拐杖捣乱 脖子上还挂着喝水的瓶子 这古灵新冠的模样看了推招人疼 小彤在小时候就已经是这么灵动十足了 虽然调皮捣蛋 但也让人会心里笑 长大后的小彤更是让人惊艳 又是国民闺女的名号 再回看一遍这一段童年记忆 哎呀真可爱 随他吧随他吧回头已没有办法 随他吧随他吧一转身不再牵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